完成了一部数据的 这节课我们要进行代码的优化了 打开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大家来看 首先打开我们home组件的index.js 在componentd的mount里面 我们写了这么多的逻辑 实际上我们想 home这个组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件 它其实是一个UI组件 而connect方法包装生成了一个容器组件 对于UI组件来说 它不应该有太多的业务逻辑 而componentd的mount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UI组件去发阿贾克斯请求获取内容 然后再做逻辑处理 你放在UI组件做这些事情 实际上是不合适的 但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这么做 把这段代码剪切 放在哪里去 放在change home data这里 然后这块怎么做就好了呢 componentd的mount的时候 我调用this.r props.r change home data这个方法 就行了 change data这个方法也不用接收什么action 直接干什么 在这创建一个action dispatch这个action就好了 下面这段代码干掉 我们来看这么去写代码 组件下载完成之后 我调用change home data 然后这里面我们去获取阿贾克斯数据 获取完成 我们创建了一个action 直接dispatch action 好 这样写代码 我们就把UI组件的逻辑剔除掉了 取而代之 map dispatch属于容器组件 所以让容器组件来做这样的逻辑处理 我们又知道 在reactor之中 我们这个阿贾克斯异部的数据请求 一般也不放在容器组件里面 我们会找一个地方去放它 大家还记得那个地方在哪吗 异部操作 我们使用redux上和这个中间价之后 可以把它放在action里面去管理 所以在这里面 我可以创建一个action 当然action怎么创建 其实这块我们简化了action的创建 其实它应该由action creator来创建 所以我们在home目录下 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actioncreators.js 好 index.js还记得怎么用它吗 它是这个action creator的一个出口 所以你要import 新asactioncreators from当前幕下的actioncreators OK 然后你把actioncreators再导出出去 好 我们在actioncreator里面 去写一些actioncreator export const 我们要创建一个获取 或者说异部的操作 我们都放在这个action里面 所以当前的actioncreator 我起个名字叫做gethomeinfo 它返回的不是一个对象了 它创建的action是一个函数形式的action 因为reduxsync使得我们可以在这里 返回一个函数 所以这里我直接return一个函数 好 这个函数会接受一个参数 叫做dispatch 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我们home下的index里面的这个阿甲克斯的逻辑 移到哪里去 移到我们的这个actioncreator里面去 当然呢 这里面要用axis 所以我们把上面的axis的引入拿走 放到这个actioncreator里面去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去做 我们呢在这里面要创建一个action 然后呢把actiondispatch出去 这个action怎么创建 我们这样来创建 首先在这个组件的上面 我们importactioncreators from当前录下的store 我把actioncreators引入进来 我通过actioncreators呢 来创建一个action constaction等于actioncreators点什么 我们看actioncreators里面 有一个gethomeinfo这样的一个actioncreator 所以在这里我们调用它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action 同时呢我们dispatch一下这个action 保存 这个时候action不是一个对象 而是一个函数 因为这个gethomeinfo 它返回的内容是一个函数 如果这个action是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就会顺序的执行 我们能看一下这个函数能不能执行 它里面呢 有access.get 我把后面的这个dispatch先去掉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上 打开控制台 我们点击刷新 再点开这个network 我们重新刷一次 把network这块选中xhr 我们刷新 大家看home.dispon有没有去获取啊 是不是已经去获取了 所以说明我们现在这么写代码 这段逻辑一样会执行 接下来你又创建了一个action 然后呢把这个action派发出去 保存一下我们看页面能不能出来啊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页面真的出来了 通过刚才我们的代码的编写 我们成功的把home下面index.js里面的逻辑 移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移到actioncreator里面去了 好 接着我们还要继续去改 我们说这里面的这个函数 它又要创建一个对象形式的action 那么在actioncreator里面 我们可以再写一个方法 叫做constchangehomedata 它等于一个函数 因为它是一个actioncreator 这个时候它返回一个对象 它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接受什么参数呢 你可以接受一个result这样的参数 你要return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类型是这样的 然后把下面这块都拿过来 我们就把changehomedata写成了这种形式 那么这个action就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changehomedata 把谁传进去呢 把result传进去 OK 有了action 你再排发action 当然了 这个action 其实它就是一个中间变量 你可以直接去掉 这么去写 也是OK的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再看我们的页面 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回来 我们继续去改 我们说actioncreator里面的 这个创建出来的action 它的类型是个字符串 是OK的 但我们说 最好你让它是一个长量 这样的话 报错可以一眼看到 所以我们在home的store下面 再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constance.js 我们在这里 先创建这个文件 然后呢 这个文件的出口在哪呀 还是这个store下的index.js 所以我会这么去写 import 形式 as constance from 当前幕下的constance 这个文件 然后把这个constance 导出出去 OK 接着我们看 我们要把谁挪到这个文件里来写呢 actioncreator里面 用了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要把这个字符串写在这里 我们定一个const 把它写在下面 叫做change home data 等于 我们要加一个命名空间 它是home 前阵 内容就是change homedata 当然别忘了把它export出去 好 保存一下 那有了这个长量之后呢 在actioncreators里面 我们怎么用它 我们可以这样用 import ting as constance from 当前幕下的constance OK 因为它俩在一个目标下 所以你就没必要再借助这个index.js做引入了 你可以直接去引这个文件 也是OK的 这块我就可以把类型写成什么 constance.r 我们找到constance 里面有一个changehome data 这块呢 我们就写成changehome data 好 保存 这个时候页面是不好用的 我们刷 它不好用 原因在哪呢 你的类型发生了变化 这个action呢 最终会传递给reducer 所以呢 我们要打开这个组件下面的这个reducer.js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呢 用的还是changehome data 所以这块你要改一下 怎么改 打开actioncreators 我们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粘贴到reducer下面 然后再打开actioncreator 我们把constance.r changehome data复制 写在reducer的case这个位置上 好 这样的话action和reducer就进行了一个统一 统一之后保存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好 又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刷新 也没有报任何的异常 这样的话 我们首页的代码写的才比较的完美 好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